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有解读 我们可以看看 你看这个设计对白 昨天我吃了切糕 你吃过吗 外国主持人不明白 你再看下一张 一刀下去 再看下一张 切下来这么大一块 这万十万 再看下一张 好几公斤重 还不能退 还不能退 太贵了 一年小说白写了 这倒是反映莫延安老师的风格 很朴实 他这种领奖的演讲词 算不算独特的 讲了三个故事 也不算 其实以前也有很多诺奖 文学奖得主 获奖的时候是会讲故事 但是 我坦白讲 我觉得他这个奖是并不出彩 就你放在几届的诺奖得主 我印象比较深的 当然不是说每届都很出彩 但是也有很独特的 他这个我觉得算平常 他也许 我觉得目的不在于要出彩 我倒是 我看了他这个演讲词 三个故事 我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了 我首先我就觉得 看来 作家都是小心眼 推而广之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不是小心眼 就是我平常听 这个什么心胸大 心胸小 实际上 几我40年的观察 真正心胸宽广的人 我一个也没见到 就是说 对外界的种种争议 种种议论 种种说法 谁能不在乎 是吧 但是我又有一点 就发现 这个作家是鬼心眼 作家是把人人的小心眼 作家把它写出来 不是 他还有个 他他小心眼 但是他还有个鬼心眼 就是说 我用一个很巧妙的方式 很巧妙的方式 就是讲故事 实际上 把所有 你咱们在强奸三人行里 议论过的都回答了 比方说 人们对他的一些争议 说他模仿加西亚马尔克斯了 说是把哥伦比亚 那个地方的魔幻现实主义 移植到山东 高密东北乡 我小人之心 但是我就觉得 他这算是认祖归宗了 就告诉你们 那个家厦马尔克斯 我也没认真看过 而且两年之后 我就要赶快逃离 我的根源 是吧 直追蒲松林 是我的家乡 而且我的母亲 我的大弟 这是我的根 我的说书的这个传统等等 诸如此类 包括什么一个 什么就是说 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是吧 或者几个人在庙里 把一个人给推到庙外边 结果 那个大殿都塌了等等 我觉得这个意思 实际是谁都能 有心人都明白 你说是不是 他那两个故事 就是一个是 很多人把一个人推出去 还有一个就是 学校里哭那两个 在我看来都是解读一个意思 就是警惕这个群体迫害个人 我觉得这是他对中国 群体绑架个人 他对中国近代 对中国近代 现代历史的一个 抽象的一个概括 我觉得大概 这个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就是那么据说去年就是他 后来他们是为了 给一个做寿 给一个瑞典的一个什么诗人 说他年纪很大 做寿就把他推辞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原因 我看陈安娜他们后来写文章 就是说他们觉得 就是你刚才讲的 他早期这个之前的 包括红高粱 什么什么的小说 就是跟盖西亚马克斯的 关系比较近 那么这一点在西方人看来 他们反而比较觉得不够 所以大的变化 从去年到今年 就是生死疲劳出了瑞典版 那么生死疲劳 就是那个陈安娜翻译的 那个生死疲劳 用了一个张回小说的格式 从我们的批评家的角度来讲 他那个张回小说 用的好像还比较 不那么得心应手 就是每个 因为我们看张回小说高手 多得很满 对不对 但是他这个翻成外文以后 在他们得奖委员会来看来以后 他们就得到了一个证据 就是说他的作品 不是简单的模仿拉美 他有中国自己的一个文化脉络 当然也有了 对不对 还有佛教的一些道理 所以这是据说是金言得奖的 其中一个技术性的原因 我是觉得他的得奖的 就文学来讲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好争议 因为他的作品 其实我是很喜欢 他的作品尤其是 有几个作品 譬如谈香型 其实我最喜欢谈香型 当然我很多朋友都觉得 看不下去 批评他 反而生死疲劳呢 我是觉得有点过分 就文字上不节制 台江写他是 他顶多是残酷的不节制 但文字他其实是节制的 他有计算有掌握 生死疲劳我觉得是失控的 写出来 但文学上面 我觉得他在中国当代的 第一流作家里面 算是很优秀很优秀的作家 而且里面 我也不赞成很多人说 他没有批判性啊 是官方作家 你真的要看作品 你就知道完全不是那回事 他甚至批判得很深刻 可是呢 我是觉得 他的这一趟 在这几天的这些 大学演讲 获奖感言 记者采访 我是觉得他应对不太好 我觉得他应对不太好 你觉得比如说 哪里应对不太好 尤其是那些 关于政治敏感的问题吧 因为我觉得他用了一个 用我们自己画脚 当然我不是带贬义这样 就我们中国人自己常说 这是一种农民的狡猾 他确实是农民的 对 这是甚至可以值得自豪的 但我觉得应对这种问题的时候 你不能用这一招来搞过去 我宁愿他 我宁愿他干脆说 我no comment 我不打都好过这样 我同意他的讲 农民的聪明跟农民的狡猾 放大到国际舞台上 有点力不从心 对 我同意 这个在我们之内的 我们共享的一个语境下 应付自如 对 应付自如 我还记得以前农民的那个狡猾 还记得高小生 以前他有一次会 人家打过 他写了个小说 陈焕生上层 李顺大造屋 几十年农民盖不了房子 有人说 这个很典型啊 我们几十年农民的境遇就是这样 高小生马上吐露和谈说 呸呸呸 不是这样 这只是我认识的 其中的一个农民 极少数 没有代表性 大家哄堂大笑 谁都理解他的话 可是这种聪明 这种语境 这种狡猾 一到了你说的 他们那么一个舞台上 反过来也真是很难 我真是觉得 就因为莫言这样出去 你看他的使命双重的 他一方面中共党员 解放军军官 还是什么副主席是吗 对 作协副主席 作协倒是名义上是群众团体 可是他中共党员 解放军军官 这都是实实在的 这在诺贝尔讲的历史上 也是非常罕见的 当然也给过萨特法共党员 但是那个性质很不同 完全不同 所以他出去 其实我们都理解 我们的有关系统 是要把它作为一个 就是我们 我们你知道 这不是一个我 虽然他说讲是给作家 不是给国家的 可是谁都明白 你今天莫言 站在这么一个舞台上 你跟中国是有关系的 不仅是切膏的问题 所以他很多事情 他不能讲 或者讲了后面 有一条底线等等等等 可是这个外面呢 现在又把它塑造成一个知识分子的良心 一个中国文学 你看这次给他 颁奖词就是这么写的 颁奖词这次写的就跟之前的不一样了 说他的作品是嘲弄 批判了这个 这个欺骗的世界 这个谎言的现实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叫他自己全盘收 他都犯纪律了 你明白没有 所以在这么一个双重的困境下 讲切膏是最合适的 难做人啊 做人难啊 在国内难啊 到国际上 更难 枪枪三任行 广告之后见 一声轻 一杯 卢州老教 特区老九 你我的现在 世界的未来 零污染岛国新西兰 发生离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文道 你讲 我是觉得真的是 他那些话说的非常不得体 就我觉得你真的不如不说 你比方说举个例子 人家问他说 怎么看出版审查 检查这些东西 内容检查 他说到哪都有检查 你机场出入境也检查 这是说哪跟哪的 对不对 我觉得有点太早不早北了 因为理论上 当然我们会要求说 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要做知识分子良心 或怎么样 但是一般 大家对大作家 尤其诺贝尔将极的大作家 会觉得他有某种特殊的承担 某种特殊的见解 那么他呢 对这种问题呢 我觉得他要不就说 我有一些看法 以后我有机会 我写出来给大家看 或者怎么样 他不要现在说什么 人家问你作品的检查 你去说什么机场出入境检查 这是讲什么的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 我觉得比较糟的 更糟的是 他我觉得讲 这简直是到胡扯的地步了 他要说谈政治 他说我不要谈政治的事吧 我拿的又不是诺贝尔政治奖 如果拿了政治奖 我就谈政治 我们谈文学嘛 文学政治教人打架 文学教人恋爱 你这么讲 就整个连文学都 就让人觉得 你这个文学很贬低 但你不觉得 这是一个幽默的说法 或者说 他有权利不谈政治吗 他有权利不谈政治 但你不要去说 说到让人觉得 文学跟政治无关 事实上 文学不可能跟政治无关 生活中所有的事情 文学都有关 但他觉得文学高于政治 对 高于政治 但是不是无关 他是包括在里面 但超越 但是他后来 他说文学教人恋爱 你这话什么意思呢 这说的很低啊 这个话 说的很低啊 这个话 低吗 我也挺喜欢 这是还不习惯 在国际语境下发言 不是 就是啊 所以文道 你刚才谈到 这个农民的身份 这个不由得让我引起 我想把上次 我的一个观点啊 再忽悠一遍 为什么呢 因为上次啊 这个 要不说剪辑很重要 这个编辑啊 给把我这个话 剪得乱七八糟 后来有些人问我 就很多老师问我 说你这个话很有意思 但是闹不清 你到底在讲什么 所以说呢 这刘白那一段 是吧 对 所以说 真的 我就想啊 跟他这个有有有关 我上次说的是个戏言啊 我是说呀 我是说 我说 我说对墨言作品的喜欢和不喜欢 是新时期内阶级斗争的体现 我说这个反映了阶级问题 为什么呢 我就说嘛 我说 这个不是绝对的 但是相对而言 阶级不光是政治的区别 阶级也有品位的区别 这个品位的区别啊 很重要表现在哪 你看你像扎老师他们 我就发现很多人啊 说不喜欢墨言的书 理由有一个很关键的 就是你说的 就是说 他这个泥沙俱下 语言呢 不节制 甚至说在语言上 基本没有什么贡献 他是内容大于形式 当然形式有没有张回体验 什么这都是形式 但是又正如你说的那样 这个形式是真的玩的那么好吗 似乎又只是一个套子 就是所以我现在意识到啊 他存在着某种文人的一种洁癖 这个有一些文人呢 他有一个趣味和品味 所以我上次我提到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提到一个中国自古有一个概念 叫做文人气 文人气这个词 而今天说起来啊 大家觉得好像酸腐很酸 其实完全搞错了 文人气的这个概念呢 甚至于你可以把它讲成是那种苏东坡 他们的一种追求 比方说用这个中国古代的一个文化传统 叫做文人画 来说明 比较容易说明 比方说啊 这个有一个画家 他曾经跟我讲过 我觉得他讲的很有意思 他说他在博物馆 先看的是西方的油画 然后呢 又到另一个展示 看到了中国的这个元代的画家 尼赞 尼赞的这个画 这是元代四家之一 像黄公望富城山基图 就是其中之一嘛 那尼赞的画 他说啊 我看完刚才西方这个油画 猛然看到中国的这个尼赞的这个水墨画之后啊 我突然觉得 我刚才看的是葱爆羊肉 他这个比方很有意思 就口味很重 葱爆羊肉 你知道吗 所以我也很有兴趣 让你看看这个尼赞的这个画 我找出这几幅画 你猛一看啊 我们可以看到说 你看 说这个画有什么力量啊 有什么激情啊 有什么色彩啊 模模糊糊 可是你再往下看啊 实际呢 中国有一种审美的语言 审美的传统 叫做宁静以致远 你看这个画啊 好像讲究的 咱们用的那些词啊 叫做消散 平淡 天真 看上去啊 好像跟你隔得很远 这就是中国人说的 这个好画啊 往往让你看上去有远意 就是宁静致远 尼赞是个洁癖 就咱今天说的 恨不得跟俗人握个手 都要洗手的 所以 他的这个这个画的 这个留白 你看啊 这样用这个简笔 最简的笔墨 这就是咱们说的 言有尽 而亦无穷 或者说言简 而亦该 就是 这是中国 我甚至认为 中国这种审美啊 外国翻译过来之后 他能不能有这种审美 都不一定有 但是 我不是说高低啊 我是讲 这个里面我们看到了 两种审美范畴 跟这个 甚至我说 跟阶级趣味有分别 往往这种啊 农民出身的 或者说是社会主义 中国这个这个土地上 慢慢出来的 讲究的 你看是什么 大气磅礴 讲究的是这个主题啊 这个创业史啊 就是中国几十年的 或者中国上百年的历史 可是你知道 还有一种 被我们曾经批倒批臭的那种 咱们觉得躲在角落里的 甚至过去被称为 地主阶级 剥削阶级 小资产阶级 或者说某种精神贵族的 一种审美观了 他们认为 这个笔触本身 这个语言本身 就是应该是有美的原理的 这个意义的 这个我再说多说两句啊 这到暗和了 你看说德国人 你记得德国那个顾斌 做我们这个节目 他倒跟中国这个异曲相通 他说他不喜欢莫言 他我清楚的记得 他就坐在这 他说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 他就是说 他我们德国人认为一个作家 不光是要写主题的 写政治 写历史的 你一个作家 他们认为要对语言有创造 所以当时顾斌讲的 也很偏激了 他说我一听说莫言 几十天写完一个小说 他说那我们德国作家 可能一天你才写一页 就说在语言上 是这么样的讲究 要创造一种新的美的语言 当然顾斌 我认为也是偏激的 但是在我们看到 是几种不同的审美范畴 不过你说这个 我觉得也不一定是这样 因为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 因为你讲的 就是一个干净与不干净的一个区别 不是这么简单 大概是这个意思 两种审美 其实不一定 因为有时候文学上 有一些非常狂躁的作品 就语言你觉得 非常的丰沛的 非常的 就是好像很多肢 很多骨头突出来 关节爆裂掉的作品了 它一样会让人觉得 它语言上很干净 这时候我们讲的 所谓干净是什么意思 指的是这个作品的完成度高不高 什么叫完成度高呢 完成度高的意思 不在乎它干净与否 节制与否 而在于 这个东西出来之后 你会不会觉得 它是完整的 有时候这个完整 是后来要再修饰 有时候是可以不修饰 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追忆似水年华 六大卷 你很容易觉得 哎呀天哪 那怎么不能说成一卷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这六卷 你有时候觉得它很长 其实它完成度很高 一个独立式 对 但是你反过来 你从莫言作品来看 为什么会觉得 谭香型好 九国好 是它相对完成度高 那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你比如说你到了 生死疲劳 你就发现它完成度 没那么高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回归这片大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第二人生 亚居乐 海南清水湾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每座城市 从清晨到夜晚 都有它们忙碌的身影 和心情的付出 相信每一个小微的力量 中国民生银行 助力小微企业发展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彩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丸江 五井共酒 你看这个探讨非常有意思 可以扩点到很多领域 你比方说 咱们讲冯小刚的电影 1942 你知道吗 很多人说 他这部电影 比他以前的唐山大帝正高级 高级也是个审美的词 那为什么呢 因为没有哭爹喊娘 就是说 这既符合历史的 有点节制 有节制 好像 但是为什么你看 认为是节制的 就似乎透着点 高级 那种 就是 怎么说呢 还是多元吧 不要用高级低级这样的字 你用高级很好听 那人家不就低级了吗 对对对 人家不高兴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还是要平等观 一五十年 一百年后 等到中国的文化 在世界上面的主流文化了 那像泥战这样的风格呢 也会得诺贝尔奖了 目前呢 就是那个叫什么 葱 葱什么大蒜啊 你刚才 大蒜 不 什么什么 葱爆羊肉 现在在全世界看来 中国的发展 就是葱爆羊肉 所以他们给一个 葱爆羊肉风格的作家得奖 非常合适 诺言也真的代表了 我们现在创作的水平 葱爆羊肉的最高水平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对于作品 我非常同意文道讲的 无可非议 但是刚才文道讲的 对于他这次出去的 这个说话的这个困境呢 我我愿意更加 就是怎么来说 同情的理解 是不仅是莫言一个人的 目前是很智慧了 已经是用尽心思了 不容易 但是代表了这样一批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又在体制内 又在又在国际语境下发言 这个困境 由莫言这件事情 暴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有很多事情 我们可以讲的 天花乱坠 但是对于最简单的 黑一白 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你都无法来说 对 所以这个莫言的困难 我我都觉得 就是我们的困难 是所以 而且我们中国人 现在应该注意到 我们怎么样使得 国家减少这样的困境 你说的太好了 所以就完全不应该 去怪责莫言 对吧 谁都要活着 就是我是觉得 我就觉得能怎么样呢 对吧 可是我觉得恰恰觉得 能怎么样 这种问题啊 是太犬入了 太犬入了 就我觉得莫言呢 他现在达到这样的一个身份地位 他是比我们所有其他体制内作家 更有资本 更有权力 去做一个更加清晰的价值上的 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 但是他也清楚地意识到 他这些特选是可以 但是 所以到了最后就看成就是 你要的是什么 你要的是什么 所以到最后是这个问题 所以我在我看来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一个作家 一个知识分子 他的一个终极选择问题 但是我 我也会同情他的处境 如果在他同情 他的处境角度讲 我会建议他可以换 更好的方法说话 你刚才那个建议挺好 就是说我这个问题 我不适合他 不是 能不能认为 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 他真心真意的认为 不是那么简单的 西方价值观 可以一言到是非的 这就像中国今天的改革道路 难道很简单的 可以说哪个对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录 不是这么说 他说的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